首先我们来关注李某某的案件 来看京华时报的消息 说李某某被报是轮间案的第一个示报者 而检方没有认定主从犯 自李某某等人涉嫌轮间案被曝光之后 随着各方消息的不断传出这个案情 也是大致有了一个脉络比较清晰的版本 昨天又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了这个案件更多的内情 说李某某是轮间案件当中第一个示报者 而检方提起诉讼的时候并没有确定主犯和从犯 记者随后通过相关的渠道了解 也证实了这个知情人爆料的情况是基本属实 那么目前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在进行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开庭日期 而关于罪和非罪已经在庭外争执了很长的时间 李某某辩护律师多次公开质疑受害人杨某的身份问题 并且怀疑存在着暗中暗和局中局的情况 那么至于这个案件究竟会如何宣判 我们将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 感谢观看